EBA 《解放日報》 汽車資家聯手全國經銷商舉辦線下車展 2015年7月22日汽車周刊十二在汽車行業增長佛力的背景下, 互聯網經濟催生的電商業務及傳統銷售方式帶來了新的活力 互聯網將如何與傳統汽車銷售渠道結合和發展, 如何提升消費者的購車體驗? 汽車資家正在給出答案,作為其成立十週年的感恩回饋活動 汽車資家聯合全國各地遷遇家經銷商, 傾力打造大型購車節百成萬人購車位 通過線上招募消費者,線下落地車展的創新方式 給消費者帶來買車的新體驗和真實為 百成萬人購車位於6月27日正式憤慮 這線上招募,落地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 以及包括江蘇、浙江、福建、四川、河南、山東等在內的近二十個省份 覆蓋全國近百個城市的購車人群 此次活動吸引了全國千余家經銷商參與 福蓋落地城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汽車品牌 為消費者提供了豐富的購車選擇 在上海站中,車展將於7月25日在上海浦東南路4000號開幕 歷時近一個月 據初步統計,上海站共有十八個汽車品牌 十八家經銷商參展,最低折扣6.5折 據悉,百成萬人購車位於市折金為止 在國內汽車電商平台最大規模的線下落地車展 為了真正意義上回規用戶 消費者只要在活動現場訂車或購車 並按要求回全購車發票 汽車支架都將提供500元加油卡的獎勵 在整個線上、線下的購車活動過程中 汽車支架共為購車用戶準備了四眾大禮 單個購車用戶類計獎勵額度最高可以達到4200元 汽車支架CEO 巡致表示 在新車交易類業務上 汽車支架一直堅持為汽車經銷商 提供高效的營銷產品和服務 汽車支架包括車廂匯、團購匯、聚客匯等產品在內的 車廂智能營銷生態系統 能有效幫助經銷商提高營銷、銷售效率 此次百成萬人扣車為將通過線上集客 加線下集中成交的 5、2、5模式 幫助經銷商達成更多的交易 另據了解 2014年全年 汽車支架為中國承用車銷售市場貢獻的 成交量高達300萬兩 佔到了總體成交量的15% 隨著汽車支架用戶規模的增加以及交易能力的提升 未來這一比重將會進一步擴大 呼吸引員 按鈕